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来介绍压后的处理及腌制 压后我们今天准备了压薄 压刺 这三节的 这是两节的压刺 以及压掌 买回来之后首先把它们清洗干净 这个压薄呢 要把它脖子上的一些油脂把它清理掉 完整视频教程联系 微信703655419 703655419 这样发几条印 发破 一把买回来之后 它上面有一层油脂啊 都把它清理掉 这层膜呢 把它发开 放好了 像这些呢 身上有很多毛 买回来之后把它清理一下 把毛清理干净 把这些压后呢 用一个容器装起来 这是配置的一公斤的腌料 最后 具体的有 料酒 三十克 姜片三十克 葱段三十克 食盐四十五克 把它全部放进来 然后抓匀 好,拌匀了 然后把它密封起来 换冰箱冷藏腌制三到五个小时 蔬菜料我们准备了这些 发生木耳、豆皮、莲藕 还有发菜 完整视频教训联系 微信签章 703655419 703655419 用清水清洗干净 然后浸泡两个小时待用 木耳把它泡花 豆皮可以改刀一下 也会不改 莲藕我们还没去皮了 待会去去皮 我们可以先把它切成片 再去卤制 也可以把卤制之后再来切成片 下面来调制高汤 需要的材料有 猪铜骨两根 鸡架一个 新鲜的鸡架一个 料酒20克 姜片20克 葱段20克 把鸡架和骨头换进来 倒入水 倒入水 开火 放入适量的姜片 料酒 料酒 将天火料酒的作用是用来去腥的 用大火将它烧开 烧开了 再会三到五分钟 把血色会干净 好可以了 我们把它捞出来 然后在水龙的下面把它冲洗干净 准备一个不锈干筒 往里面加二斤水 然后把刚才炒好水的骨头放进来 料酒 香片 葱段 盖上盖子 开火 用大火将它烧开 烧开之后转小火熬至两到三个小时 下面来介绍香料 具体的有 炒果 时刻